哈喽大家好 今天呢来和大家分享一下乌牛枣和龙井的区别 乌牛枣和龙井呢都是茶叶的名称 相对于龙井茶来说呢 乌牛枣茶就没有那么有名了 首先呢我们常说的龙井茶 一般特指西湖龙井茶 而根据地方标准 西湖龙井茶必须具备三个条件 一是产自西湖产区168平方公里面积上的 二是特定品种 包括龙井群体种 龙井43号 龙井长叶等 三是特殊的炒制工艺 在西湖龙井一级保护内呢 是不允许种植龙井茶品种之外的茶树的 像乌牛枣 白茶这些品种都是不允许进入的 这里种植的龙井茶呢 主要是原来西湖龙井的群体种 以及包括从群体品种中 繁衍出来的无性系 例如龙井43 龙井长叶等 乌牛枣其实也是一种古代名茶 但是直到上世纪80年代 才成规模种植 主要产地在浙江省的丽水和永家 不过乌牛茶的价格和龙井相比 明显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它之所以会被一些无粮茶商拿出来 冒充龙井其实就是因为一个藻字 一般来说呢 它要比龙井要早上一个月 下面就以乌牛枣和龙井进行简单的对比 一 颜色的差异 乌牛枣干茶整体颜色基本偏绿色 龙井茶做的相对偏黄绿 龙井干茶颜色呈糙米色 汤水呈嫩黄色 二 香型差异 乌牛枣茶多少有一点青草味 味道和龙井茶相比呢 相对偏清淡一些 龙井茶的口感更为醇厚 入口更加顺滑甘甜 香气是豆花香 三 外形的差异 乌牛枣牙心粗壮 肥状粗短些 牙心大 而形态更美 龙井牙头修长苗条 舒展些 最后呢 一般正品的西湖龙井茶 都是有防伪商标的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 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哦 拜拜